马上过年回家 还不知道给自己带点什么的楼铁 今天给大家推一款华强北的s8 ultra 顶绘版 外包装的话 做到了跟果子一比一的一个外包装方式 不管是自用也好 送人也好 都是非常的有排面 对不对 打开包装之后呢 就是里边的话 就是咱们这个手表啊 这个的话是一个手表的包装盒 打开包装盒之后呢 有一张咱们这个实用教程啊 一个详细的一个实用教程 然后还有一张 手表的一个说明书 其次就是里面的这个 这是一个海洋硅胶的一个表袋 然后一个磁吸的一个无线充电器 还有咱们这个手表 手表的磁吸充电器的话 吸在这个手表上还是非常的牢固的 咱们给这个手表开机 咱们这个手表的话是12月份一个顶配啊 做到了一个真螺丝真卡扣啊 带有真正的一个指南针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 是500家的一个免费的表盘 不管说是咱们喜欢什么的表盘的话 都可以自己很自行的一个切换啊 而且的话支持这个自定义的表盘 外观的话啊 是这样的 这边的话是咱们这个一个 运动按键 运动按键的话 咱们这个的话是一个100多种的一个运动模式 运动模式的话 非常非常多啊 非常非常多 你旋转都旋转不到底的 对吧 这不区别于那个低配版 低配版的只有十种八种的一个 运动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最近的一个多任务 系统界面的话啊 也是功能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多 多达40多种的一个功能 心率检测 体温检测啊 这些的话都是最近能用得上的 以及呢 连接手表之后呢 连接手机之后呢 打电话 对不对 拍照 语音助手 各种消息的一个接收 某宝的一线支付 天气计算器等等的啊 这些的话咱们都是支持的 啊 以及的话这个日期的显示音乐的控制都是都是可以的啊 下滑之后呢 短视频的遥控器 支付宝一线支付 nfc 功能啊 所有的功能的话 全部给大家安排上啊 做到一个真正的一个顶配 做到一个真正的一个高配 好吧 呃 过年回家 这个手表戴在手表上 你不说 我不说 它就价值6000多啊 老天 呃 然后 再给大家送上满满的一堆的大礼包 你还不心动吗